一夜之间,400亩松树林被成片蓝腰截断,重达50吨的车厢被逆向移动20多米,水泥地上的神秘龙爪印,红黄箱间的诡异亮光,是自然现象还是外星生物来访?真相究竟如何?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视频,揭秘背后的真相。 故事发生在1994年12月1日凌晨,贵阳市北郊都西林厂,正在熟水的职工被巨大的响声惊醒,而这一天也成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。 这晚,正在值夜班的都西林厂职工陈连友被一阵狂躁的狗叫声惊醒,他叫上了工友兰德荣,来到林厂附近巡视了一圈,在确定没有任何异常后,两人转身回了宿舍。 然后,泡了杯茶,坐在一起聊天,就在这时,外面电闪雷鸣,天空中密密扎扎地下起了黄豆大小的冰雹,砸得树叶沙沙作响。 打雷下雨是很正常的事,陈连友也没有在意,准备躺下睡了,可就在此时,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。 突然,外面传来一阵巨大的类似火车开动的响声,有远即近,越来越清晰。 伴随着凉黄相间的亮光,瞬间把灵场周围照得像白天一样,突如其来的怪异现象,把陈连友和兰德荣吓得不轻。 于是,两人壮着胆子,决定出去,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可奇怪的是,任凭两人怎么用力,房门都无法从里面打开,就像是外面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拽着房门。 等到亮光和声响慢慢消失,两人终于打开了房门,但惊魂未定的他们,在漆黑的夜晚里,没有任何发现,一切都回归平静。 无奈,他们只好回到房间。 其实,这一天晚上,不止陈连友两人看到了奇怪现象,都西灵场的靖府河也看到了亮光。 靖府河是都西灵场的一名店工,平时喜欢打麻将,这晚啊,他像平常一样,叫了几个好友在家玩。 而凌晨时分,大家正玩得尽兴,突然,两树亮光,伴随着隆隆的响声,从人们头顶掠过。 这一晚,不管是都西灵场的职工,还是居住在附近的人,无论是醒着的,还是在鼠水中被吵醒的,人们都在惊恐之中,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 第二天,灵场外的景象让人们大吃一惊,方圆四百多亩的松树林被成片拦腰截断,在一条断续长约三公里,宽150米至300米的带状四片区域里,只留下了1.5米至4米高的树桩,并且折断的树干和树冠大多都向西倾倒。 长两公里的四个林区的,一人高的粗大树干,整齐的排列在灵场上,有的断树之间,又有多棵安然无恙,个别几棵被连根拔起。 周围一些小树有被擦上的痕迹,这些被折断的树木直径,大多都是20厘米到30厘米,而且高度都在20米左右。 但奇怪的是,树下的夜层却完好无损,除此之外,厂区房顶的玻璃钢瓦被吸走,砖起围墙也被推倒,重达50吨,而且还是锁子状态的机车,居然也被推动了20米,在水泥地上还发现了神秘的龙爪印。 附近的居民看到如此景象,都被吓了一跳。 大家在平平静静的山村过了一辈子,谁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,而这起神秘事件,也被称为空中怪车事件。 如此诡异且破坏力惊人,贵州都西林场发生的怪事,很快引起了各路专家的注意,媒体们也纷支塌来。 那么,当日凌晨,究竟发生了什么?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都西林场的巨大破坏? 各地专家学者利用先进仪仪器,对都西林场进行了监测分析。 有关事件的起因,人们都有不同的看法,不仅媒体传言满天飞,专家内部也是炸开了锅。 他们大致分为了两个派别,一个是自然派,一个是UFO派。 有人认为这起事件是下击暴流或龙卷风造成的。 下击暴流是一种雷暴云中局部性的墙下沉气流。 在到达地面后,会产生一股直线型大风,越接近地面风速会越大,最大地面风力可达15级。 而雷雨冰雹就是诱发下击暴流现象的原因。 龙卷风是一种破坏力惊人的自然现象。 他掠过的地方,能将各种物体吸入空中,从现场被折断的树木来看,有的被绞成了麻花状,这也确实符合龙卷风的特征。 同时,由于风率过大,门被封死,所以陈连有打不开房门,似乎也可以得到解释。 而目击者看到的亮光,极有可能就是闪电。 但UFO派却对这一推断提出了质疑。 首先,龙卷风所造成的破坏轨迹,应该呈旋转带状,但现场看到的破坏痕迹,很多是跳距状的。 而且,龙卷风的漏斗状,它的中心风力非常强,有时超过十二级,但临场地面的落叶层却完好无损。 龙卷风为何没有把这些落叶吸走呢? 其二,这四百亩灵场,其中有三片地区受损比较严重,而在这中间,竟然隔着一片完好无损的区域,这似乎是有选择性的破坏。 这一现象明显不符合龙卷风灾害的特征。 再者,根据当时贵州气象局的资料显示,当晚都西灵场并没有观测到龙卷风的记录。 贵州地处高原地带,一般不会出现龙卷风,龙卷风通常出现在比较低的,领海的地方,或者是陆地上。 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,这起事件是飞碟留下的痕地,是外星人的杰作,如此多的树木被整齐折断,是因为有一个巨大的不明飞行物从此处飞过。 由于那天晚上天气恶劣,天空中不断出现电闪雷鸣,而且还有冰雹,种种因素导致不明飞行物受到影响,所以不得不降低速度,最终呈现出跳跃状前进。 它所产生的强大气流,把这片临场生生折断,因此留下了片状的破坏现象。 当它经过厂房时,不仅钢管被折断,屋顶被掀翻,甚至还把几十吨重的机车推离了20米。 而人们听到的类似火车开动的声音,正是来自于不明飞行物,由于不明飞行物前进时产生了强劲的气旋,因此在外力的作用下,临场职工的房门被堵上了,自然里面的人也就打不开房门。 其实,在我们国家有不少飞行物目击报告,1994年的5月到6月期间,黑龙江武长县的一个普通农民,名叫孟兆国。 他声称自己在凤凰山南坡看到了一个不明物体,这个物体是白色的蝌蚪状,非常大。 孟兆国立马向有关部门报告了这一奇怪经历,于是相关部门组织了30余人前往凤凰山查看。 他们爬上山坡,拿出望远镜查看,然而却什么也没有看到。 孟兆国顺势接过望远镜,据说他接过望远镜后,一眼就看见了这个不明飞行物,还停留在那里。 而且在飞行物的前面,还站着一个外星人。 2010年7月7日晚8点40分左右,两家准备在萧山国际机场降落的民航客机机组人员,都看到机场东南方向有一个正在移动的不明发光体。 于是,就将这一情况迅速通报给了指挥塔台。 接到报告后,出于安全考虑,工作人员立即关闭了机场。 而准备降落的六架航班也安排转降到了宁波和无锡两地的机场。 整个事件从7日晚8点45分开始到9点41分,一共持续了56分钟。 就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,萧山地区的不少网友也表示看到了不明飞行物。 诸如此类至今也没有明确答案的UFO事件还有很多。 有关贵阳的空中怪车事件,甚至还有人对此进行了揣测,说这是UFO在对地球人示威。 这种说法提出来之后,立马遭到了极力反对。 如果UFO真要对人类示威,那他为什么要选择都林西场这样一个人际寒之的地方呢? 而此次事件的UFO派还面临一个致命问题,那就是在当晚现场没有一个人声称看到了飞行器。 虽然目睹离奇现象的人有很多,但没有一个人亲眼看到了所谓的UFO。 缺乏有力的目击证人,这起神秘的空中怪车事件也成了一桩悬案。 两派观点的专家各输己见,但始终没有给出一个令人幸福的结论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点个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 了一下。 é